下面制作一张,为人物的面部添加胡须。 首先执行文件,打开命令,找到一张素材图像。 单击打开按钮,将背景图层,拖叶至图层面板上的创建新的,创建新图层按钮上。 好,得到背景副本图层。 然后选择背景副本图层,执行图像,调整,去色命令,将背景副本图层,去色。 执行,滤镜,其他,高反差保留。 然后将半径值设置为8.2像素。 设置完毕后,单击确定按钮。 然后将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叠加。 执行图层,执行图层。 向下合并。 快捷键Counter加1。 好,将图层合并。 然后单击图层面板上的创建新的图层按钮。 新建图层,将前景色色值设置为166,165,165。 单击确定按钮。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。 在其工具栏中,选择柔角画笔。 设置画笔的大小。 然后将不透明度设置为100%,将图像放大。 在人物的有弧须的地方进行涂抹。 可以随时改变画笔的大小,根据图像的需要。 好,绘制出弧须的大概位置。 然后执行。 滤镜。 杂色。 添加杂色。 弹出添加杂色对话框。 将具体参数值设置为30,高丝分布,勾选单色。 设置完毕后,单击确定按钮。 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选框工具。 将图像放回。 然后,绘制一个选区。 执行滤镜。 模糊。 镜像模糊。 数量设置为5。 勾选缩放。 品质为好。 单击确定按钮。 按快捷键Counter加D取消选择。 然后将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正片叠底。 好,此时得到的图像效果。 然后,为图层1添加蒙版。 点击图层面板上的添加图层蒙版按钮。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。 前景色为黑色。 选择揉角的画笔。 设置画笔大小。 将不透明度设置为20%。 流量为100%。 在刚才添加胡须的地方, 进行涂抹, 使其角自然。 好,放大图像。 尽量使胡须自然。 调到满意为止 好 新建图层二 然后我们将图层一先隐藏 用上面同样的方法 绘制出嘴唇上面的胡须 不透明度改为100% 然后执行滤镜杂色 添加杂色 用上一步的数值 单击确定按钮 然后执行滤镜模糊 镜像模糊命令 也是用上一步的参数值 单击确定按钮 然后将图层二的混合模式 设置为正片叠底 添加盲版 选择柔角画笔 设置不透明度为20% 选择一定要选择图层的缩篮图 然后再选择图层蒙版的缩篮图 在图层蒙版上 进行涂抹 使呼吸变得自然 好 图到满意为止 好 现在将图层一显示 这就是最终的图像效果 不选择 图层一煮